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不是台北姐妹套的活动现场这个直播间 我们现在人呢就是在广州的台博会现场啦 手办 美食 厨具 日用品 两位来自台湾的主播正在将琳琅满目的商品推荐给直播间的观众们 为期四天的2021广州台湾商品博览会正在举行 作为第29届广州博览会的主题展之一 本届台博会展览面积0.8万平方米 参展台资企业近300家 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今年广州市涉台领域最大规模的经贸展会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会采用实体展览加云端商城形式 线上线下融合办展 在现场设立网红直播带货专区 邀请两岸网红大咖带货达人全时段现场带货 放大展会成果和效益 那这个电商委员会这一次就配合着台协馆 来做了三间的直播间 那我们是其中一间 那就是大同 牛头牌 然后天王星 其实他们都是在大陆已经落地的企业 那这一次呢 他就是已经也有参与这次的台博会 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 主要就是服务这些台器来做服务化转型 记者在台湾青年馆看到 不仅有来自台湾的食品 美妆产品 也有企业教育咨询 电商等领域的企业参展 一款集节能净水 即开即热 智能管理等功能于一体的领域设备 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参观 该公司负责人来自台湾的徐兆火告诉记者 他来到大陆工作已经20年了 一直致力于做水泵相关产品的开发工作 这次带来参展的产品 就是由两岸的技术人员共同努力研发出来的节能设备 老旧电瓦是2.5平方 没有办法去做到 比方冬天水冷 水很凉快 对不对 10度啊 8度的 它必须要有8000瓦以上 它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洗浴液的温度 那我们现在是用8000瓦变成4000瓦 可以达到45度的左右的一个洗浴的效果 我们有14亿人 一个人就两个钟的话 就是28亿度电一天 可以节省14亿度电 对于徐兆火来说 这次台博会也提供了一个与年轻人交流的平台 作为前辈 他对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 保持着鼓励的态度 也愿意与他们分享成功的经验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事实上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考验 但是只要他有信心 能够坚持 我觉得他的发展空间很大 也可以透过这个环境分享我们前辈 我算是前辈了 走到前面 我们算是成功的案例 体现出一个他来这边的价值 我觉得说来这边是来对的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期待来到大陆实现自己的价值 来自广州台湾青年之家的郑明家告诉记者 他们希望可以通过传授自己在大陆拼搏的经验 引导更多台湾青年在大陆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我们近五年来做导引的分享会 大概已经办超过350场 然后接触过的台湾大学生跟台湾的青年 大概已经超过3万5千米 我们的核心的宗旨就是八个字 以台引台 以台铸台 让在这边已经扎根了台湾的青年 可以用他们的经验用他们的能力去帮助 下一批想要来这边就业跟创业的这些台湾青年 来自靖南大学的台湾学生杨淑沛 在郑明家的介绍下获得了许多资讯 这帮助他更好的规划之后在大陆的发展 据悉 广州台博会从2016年起 每年依托广州博览会组织举办 本届台博会以会台暖起融合发展为主题 重点展现台湾风情 展示在岁台资企业适应新业态 主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举措 和台湾青年创新创业的最新成果 同时组织专业采购对接 台湾青年创业项目路沿等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